Hello,我是Ivan 看到消息就看到Animator 就是一個叫頁面設計師的 WordPress Plugin 就是我其中一個最喜歡用的 Plugin 現在原來已經有400萬個下載 半年前它都是只有300萬 現在是400萬 多了很多人用 我用的是給錢的版本 給錢和不給錢的分別就是 不給錢好像只有30個元素可以用 就是拉圖、拉地圖等 給錢就好像有80個 多一些仔細的功能 給你使用 它這個文章也是說很多 就是用來曬命的 因為又說自己很多顆星星 接著越來越多人用 不過挺有趣的 它從2019年1月開始就升得很快 之前都是很穩步的 忽然間越來越多人用 不知道關不關呢 就是Wordpress出了Gutenberg的區塊編輯器 大家對區塊編輯器的認知忽然間多了 但是又覺得它這個區塊編輯器又不是那麼好用 所以很多人就轉會了 就由本身那個叫經典編輯器 classic editor 就反而轉了去animator 都未定 因為它是零零射射 就是多了很多 在那段時間開始 還有它除了一個簡單編輯器 它有很多外加功能 這個我也挺喜歡 就是一個pop-up的builder 你如果用了animator pro給錢版本 即是49美元一年那個 它就已經包了 那它那個好處就是 你可以選擇在不同的頁面那裡去pop-up 可以是浮出來 可以在下面、上面 不同的地方顯示出來 亦都可以去設定一些我們叫condition 即是說它可能逗留了幾長時間才顯示 諸如此類的東西 所以它都挺多的 亦都會見到越來越多的外加功能 就已經有別於是純粹一個顏面編輯器 那我用它這個pop-up 最主要是用來gen lead 即是 lead generation 那至於form 我就沒有用它的 我是用它來做接駁的 那至於這些外加功能 我就不太知道是什麼 但是它現在的網站那裡 就有一個投票的地方 好像就是說 接下來有些什麼新的功能 就是這四個功能 最主要 那麼選擇究竟想要些什麼 不過我不知道原來它的lead collection是沒有的 因為我是 因為我本身用其他網 就是網那個collect的form 就是contact form 所以我是純粹用它來做一個對口 但是就不是用animator 來替我儲那些資料 那 那這一個的video最主要都是說 就是現在接下來應該越來越多人會用 那如果你未用的話 你可以下載個免費版去試一試 給錢版其實就多了多些功能 不過如果免費版夠用 其實都已經ok了 給錢版是多了這些 pop-up 那另外如果你要比較進階一點 它有一個叫theme的東西 就連你那個網站上面這個叫header 和底的footer 都可以用animator pro去做 就不用用你的theme去做 所以theme的角色呢 就其實好像慢慢越來越 沒有那麼重要 那這條影片就到這裡了 如果有問題隨便問 那我也都有個facebook fanpage 還有有個youtube channel 那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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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